首先我剛剛有提到 樞紐分析表其實背後 也就是計算筆數就是conve 前面的列的部分 其實就是移除重複 在資料裡面好像有一個功能 叫移除重複 所以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計算上個禮拜那個範例 假如不要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你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如果你做得出來那表示 你應該可以徹底了解issale 但如果你不行的話 那表示其實你還是有地方 還是要再花一點的了解 因為如果你是有這個 能夠每個地方都很能夠熟練的話 那做任何事情 你就沒有必要做土法鏈鋼了 所以很快一下ok了 好那我們回過頭來 這個地方公式 那你會發現這個公式裡面 其實還是存在有一些些的盲點 一些的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剛剛在選那個範圍 有沒有選那個101年的時候 必須切到他的工作表 那你會發現工作表名稱 他叫什麼 單影號 101年單影號 所以他用工作表名稱 後面加一個驚嘆號 後面再加他的範圍 有沒有 可是這樣的方式 其實第一個 你會不會很容易做錯 尤其你剛剛我多點了一下 他變成又多了一個工作表名稱 所以常常同學都搞不清楚 第二個的話 你還要加錢的符號 那錢的符號應該知道意思吧 我前面還有一個解釋 也就是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他列的部分會加1 也就是再向下拉他加1 加1一直往下加 所以如果你為了不讓他加1的話 那記得在數字 就列號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個可能要特別想 那你想說 有沒有什麼更簡單的方法 比較不會發生問題 那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未來如果你是跨工作表的一個範圍 那那個範圍相對比較大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定義名稱之後 再把名稱放過來 相對的比較不容易做錯 那怎麼做 我們換方法2 也就是說解決跨工作表範圍容易做錯的問題 那我建議1 你可以先把剛剛的這個範圍 我們剛剛不是選這個範圍 你先可以把它選起來 D2到J2 然後Ctrl-C向下 先選他做什麼 將來我以後就不要公式選 我以後直接給他取個名稱 這個範圍 給他一個名稱 就叫做101 但特別注意 你定義名稱的話 他不能用數字開頭 所以前面必須一定是中文或英文 比如說我加兩個字 叫開講 開講101 所以以後這個名稱叫開講 打錯位置 打到這裡 OK 記得這個叫名稱方塊 1先選他 2點這邊一下 打一個開講101 開講101 記得 Enter之後 他就會把這個範圍叫這個名稱 OK Enter 所以以後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名稱 OK 所以以後的話你就不用選了 你就在那個什麼 儲存格上 那個引數裡面就打這個就好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打這個數字 那麼麻煩 記得有個快速鍵叫F3 F3的話會調用這個名稱 好 那第一個這個101做完之後 那102也是一樣 所以可能要做兩次兩個名稱 那兩個名稱的話 第一 102一樣 選D2向右拉到J2 Ctrl Shift向下 好先選範圍 第二步的話呢 再選這個名稱方塊 然後把它輸入叫開講102 Enter一下 那你怎麼知道說呢 你這個範圍 有定義出來 這個時候的話呢 請你們參考公式 上面有個公式 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那如果你看到這個名稱管理員裡面 有兩個名稱的話 那表示呢 你這個名稱是定義成功了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可能檢查一下下面這個範圍對不對 因為之前有同學 定義的時候只定定義到I欄 沒有定義到J欄 所以怎麼算都不對 OK 可能要檢查一下 好 那如果沒錯的話呢 當然喔 我們這樣公式這個就完成了 那以後記得喔 如果你要確定你有沒有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名稱管理員這邊 OK 那我們來把剛剛的公式稍微修改一下 Count if 怎麼改 把range的地方delete掉 以後的話呢 直接就輸入開獎101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懶得輸入的話 按F3 他也會掉用一個清單 你用選的也可以 有沒有這個叫開獎101 按確定 這樣OK 這邊也是這樣 Counts 這個Counts的話 也是一樣delete掉 然後按F3 給他一個名稱 按確定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喔 得到的第一個優點就是說 這個公式喔 相對的 比起剛剛的 來的我覺得精簡很多啦 OK 看起來也比較舒服 上面的意思也是會 也是很容易了解的 很容易就懂了 再來的話呢 你也不用去管哪邊要加錢的符號 因為呢 這個範圍就固定了 OK 你就不用去修改 那以後如果你要改範圍的話 你只能到那個 剛剛提到的公式裡面的名稱官員去改 OK 比如說你那個範圍變動 那你就可能要在這邊 改完轉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呢 這種做法喔 有點像是 其實更像是資料庫耶 像那個 以前那個assets裡面的那個 資料表的關聯 有點類似像那個概念 關聯式資料庫的概念 OK 好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 所以喔 請你用定義啦 我是覺得定義名稱在這個地方 相較之下 我覺得是比較合理的 好 第一個 第二個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要計算 101 02年的話 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你直接把這個 這個101年的公式 Ctrl 選起來 複製 然後取消 再到102年下方 你直接貼上 那因為定義名稱嘛 所以有個優點 你直接呢 你直接呢 可以把101 改成102 就可以了 因為他名稱 只差一個字嘛 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就是直接 把這個名稱 稍微 改動一下 按個打勾 那102你也算完了 OK 所以相較之下啦 但是如果你用剛剛的那個方式 那就不行了 所以如果你年數越多的話 哇 那這個方式 我覺得 相較於剛剛的方法 來的簡單很多 而且比較 不容易出錯啦 OK 那向下填滿 機率就算完了 那如果啦 因為你會發現機率喔 那小數點取到很 後面的位數 如果說我今天不要這樣顯示啦 當然你未來 你甚至可以把那個小數位數 把它去掉嘛 這個有個小數位數 增加或減少嘛 你當然也可以減少喔 比如說 減少到0.0245這樣子 比如說小數點取到四位數 但是我覺得四位數 看起來還是 不是那麼的好理解 我希望呢 把那個分數喔 改成1萬為單位 比如說總共五位 這個五位數 然後呢 上面的話就等於是 乘以 乘以1萬的結果啦 OK 那如果你假設要想 想要顯示 以分數喔 顯示的話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除整個格式 那以分母 分母的部分的話 就是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類別 叫做分數 那分數的話呢 往下找 你會發現它會 以100為單位 所以做出來的話 等於1號大概 100次會出現兩次 可是兩次它其實應該是 2.45次啦 變成它那個 點數它 沒辦法顯示 好像看起來 不是那麼精確 所以呢 我希望喔 可以在這個後面 變成 以1萬為分母 不要以這個 100為分母 但是你會發現喔 它的這個格式 預設就是只有到 100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 變成1萬喔 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變1萬 有個方法 也就是說 它本來提供給你的格式 是可以變動的 哪邊可以變動呢 找到制定有沒有 什麼叫制定呢 就是你可以改嘛 那你要怎麼改 很簡單 你先找到一個接近的 最接近應該是100了 如果有一千 就一千最接近 沒有的話 你就找100 然後按制定一下 制定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類型 下方有個公式 那其實你猜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你要做什麼事呢 100有沒有看到 那你要變1萬怎麼做 補兩個0不就好了 看看有沒有 1萬次240 1萬次出現245次 OK 按確定 這個就出來了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它幫你顯示出來 那你可以這樣相較之下 看小數點看看整數 相對看整數 好像比較舒服一點 好那最後呢 如果102年怎麼做 很簡單 你用這個複製格式 刷一下有沒有 這個格式複製到這裡 它就把它刷過來了 整個就 通通就把剛剛的格式 通通帶過來了 那就完成101跟102 這個 以萬元為單位的格式 所以跟各位講 如果未來 假如說 你遇到你要的格式 它不存在的話 那我剛剛是 以分數找到100為分母 然後切到自訂 自己補兩個0就好了 所以以後 假如你看到哪個格式是沒有的 沒關係 自訂改一下就好了 那至於怎麼改 其實有的時候 其實用推的大部分都推得出來 那少部分不行的話 可能還是要再查一下 查一下應該都可以查得到 這個就格式化了 OK 好那按確定之後就OK了 那這樣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待會再來把它計算 其實合計很簡單 就把兩次加起來好了 當然我們粗略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細部的去統計 用統計學的方式 那當然就另一張表 我們這個是粗略的 把兩次加在一起 所以等於什麼 等於這一次哪一次 這一次B2加上C2 兩次加在一起的結果 然後向下填滿 那誰排最高 排名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 另外一個統計的函數 統計裡面有沒有 它叫RANK 所以RANK.EQ那個函數 你再往下找 RANK.EQ這一個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給它 其實給它兩個就可以了 一個是你的LUMBER 你的這個合計結果 就這一個 一萬次出現451次 然後REF就reference reference就參考範圍 這個參… 有沒有 這邊有寫的 參考位置 參考位置的話呢 就是所有全部的人的 這個 所有全部的那個 號碼的重獎機率 我比一下 所以呢 範圍在哪裡 從D2有沒有 然後Ctrl-Shift向下 這樣OK了 不過呢 一樣的道理 這個呢 REF這個範圍 如果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它這個1 這個2會變成3 43會變44 所以你變怎麼樣 記得把它加個淺的符號 有沒有 加個淺的符號 OK 然後按確定 就26名了 那order的話呢 我們就遞解排序 就是高的在上面 D在下面 那就省略就好 0或省略就表示D減 OK 我們就省略好了 好 可是 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 這個地方跟剛剛那個什麼 conif後面那個名稱很像耶 那我可不可以 這個地方用定義名稱 來表示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 你不想用這個方法的話 我把它取消一下 我可以先怎麼 把合計這個範圍 你可以把這個合計兩個字 Ctrl-C 然後呢 取消一下 再把底下這個 Ctrl-Shift 先D2 然後Ctrl-Shift 向下 這個範圍呢 給它一個名稱叫合計 合計 Enter 好 這個範圍叫合計 一樣喔 如果你用Rank.EQ的話 那方法跟剛剛概念是一模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定義很多名稱 都沒關係 然後你就是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找到你要的這個函數 然後這個合計的結果 這邊的話就是F3 又多個合計 合計就是剛剛這個範圍 那好處就是說啦 你就不用鎖了 直接就向下填滿 而且比較看得懂 而且字比較少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 所以最後公式 看到就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那一個點EQ 然後這邊的話 我是把它定義一個名稱叫合計 好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剛剛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呢 定義名稱 兩個範圍定義名稱 第二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範圍 通通都改成定義名稱 那記得呢 這個定義名稱是F3喔 F3 那假如說啦 像Mac電腦還是有同樣的問題 它沒有F3 或者是你的電腦找不到F3 有同學就問說 F3比電上面怎麼按下去啦 其實你那個F3 是要多按一個Function鍵喔 有一個叫Fn的鍵 Function鍵喔 你再加F3才會出現 這個 那如果假設你找不到F3 還能怎麼做 跟各位講喔 你可以直接打字上去 也可以 直接打開講101 也可以喔 OK 你不要說一定要F3才可以 只是說F3比較方便 你可以少打一些字 但是你自己打字上去 也可以啦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發現有些同學 筆電上面找不到F3 或者按下去沒反應 或者Mac上面的問題 OK 不問沒問題就自己打啦 OK 然後再來就機率的格式 按右鍵儲存格式 把那個分數100 自己自訂一下 改成兩個0 那就OK 讓複製格式刷過來 相加 再用Rank.EQ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 合計的結果 先計算出來看看喔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要多交了一個 特別是一個蠻重要的 怎麼講 就是呈現資料的一種方式 就是定義名稱 這定義名稱非常重要 尤其是資料量越大 越有必要給它一個名稱 不然將來 你光要選取 還要跨工作表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不會這一招 光要選取資料 就是一個很累的事情 但如果你定義好名稱 將來 第一個名稱是有意義的 第二個你可以配合F3 直接清單叫出來 直接指到那個範圍就OK了 另外的話呢 其他就是把排名計算出來 那排名計算出來之後的話 那理論上呢 這應該就已經很清楚了 只是說當然 如果你還要更方便的話 最好讓我知道 到底哪些號碼 出現的機率是最高的 那用什麼方式讓我知道 其實一般顯示不外乎 就讓它的顏色凸顯出來 到底哪些號碼 是機率最高的 再不然你就列個清單告訴我好了 比如說前七名 前十名 哪些號碼是機率最高 你就列個表給我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馬上知道 到底哪一個號碼 機率是最大的 OK 所以剛剛又多講了一個 叫Rank.EQ 那一樣Rank.EQ 它第二個參數 以後如果你看到那個名稱叫REF的話 就是參考範圍 那只要是範圍 我是建議乾脆你用名稱 我自己個人是還蠻習慣用名稱 因為我覺得看名稱 按一個F3 感覺好像還蠻舒服的一個使用的習慣 而且看到公式也相對是清爽 不然的話你公式裡面看到一大堆 像那個金灘號 錢的符號 你就會覺得看得很頭痛 倒不如的話你用一個名稱 自己也知道說那個範圍叫 是什麼意思 而且將來也不需要去加一個錢的符號 你會 因為我發現常常有的同學 常常忘記加錢的符號 而造成那個公式錯誤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部分 那這些都是熟悉那個Excel的一些很重要的關鍵 如果你將來可以看到Excel 馬上可以一下子可以把資料給完成 然後報表可以顯示 甚至可以畫個圖 馬上用視覺化的方式呈現讓人家知道說 你該怎麼做決策 其實你說視覺化到底要幹嘛 其實就是讓人家好方便做一個決策 越懶人越好 他一看那我知道了 我應該要怎麼選擇 甚至你看他直接列一個清單告訴他 就這些號碼就對了 但是你要後面要跟他講說 不保證下一期會中 這只是說以前的歷史 不表示未來也會發生 這個僅供參考 不然的話有些人會說 那這個號碼一定會中 你說這個是機率最高的號碼 好那請各位試試看 今天我們會試試看 一些CSOK的提升 提升 提升